我死之前 皇上的白月光回来了 他纵容他扯坏我的衣裳 毒杀我的小猫 我心疼的睡不着觉 整晚流泪 我曾是皇上最爱的贵妃 他许我奉官侠配母仪天下 后来他挑起别人的盖头 要我跪在殿外 听他们一夜还好 他问我 你不嫉妒吗 我没告诉他 我已经病入高荒 快死了 家人们 视频点赞的马上有好事发生 投币的暴富暴美 点赞关注不迷路 每天更新不一样的完结文哦 证文开始 我做贵妃的第三年 李宗克的白月光回到宫中 他叫宋明烟 人如其名 明媚艳然 不知居数 自他进宫后 李宗克就不大来找我了 所有人都在传 说我快要失宠了 连只替我处理掉几个嘴碎的宫女 隔天 宋明烟就来找我兴师问罪 那几个到处说我坏话的丫头 原来是在他身边伺候的 宋明烟长得跟我八分相的脸 他一见我就笑了 你就是李宗克捧在心肩上的贵妃 我早就想见见你 第一次试起的那天晚上 李宗克吻着我的唇 温柔的像一潭春水 他贴着我的耳朵 喃喃细语 说烟 我以为他是犯了烟瘾 红着脸从床上爬起来 为他取来烟感 点燃 送到他嘴边 他无语的笑笑 轻轻一扯 将我带倒在他身下 小呆子 你怎么这么可爱 烛火摇曳 他的怒光游离在我的脸上 好像是在看我 又好像没在看我 烟 宋明烟 原来是这个意思 你瞪人的时候不好看 别这样 李宗克不会喜欢的 宋明烟高高在上地指点我 仿佛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 全是沾了他的光 我很讨厌他 而他大概还不知道 凡是我讨厌的人 日子都不会好过 我放下手中的茶杯 翻了个白眼 连知心领神会 一脚踢在宋明烟的腿窝 压着他跪在我面前 李宗克把宋明烟宠上天 他大约以为没人敢动他 你弄疼我了 如果李宗克知道 他话没说完 连知就一巴掌扇了上去 娘娘没让你说话 你算个什么身份 也敢多嘴 我歪在椅子上 看着宋明烟肿起的半张脸 胸中的玉器稍作缓和 我从小就是嚣张跋扈的性子 就连公主见了我 也要退让三分 我爹爹是郑国侯 哥哥是票级将军 大骑的江山 有一半是靠着我家祖宗打下来的 我是家里最没出息的孩子 因为我只是个贵妃 没当上皇后 李宗克来时 我正在绣荷包 手指头上扎的全是真眼 我跟他撒娇抱怨 献宝式的把荷包捧给他 李宗克看都没看 顺手就把他丢在一旁 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 几个太监把莲芝压倒在他脚边 他踩着他的手 用力一捏 疼得莲芝倒吸凉气 一个剑臂 也敢碰明烟 李宗克不是想我了来看我的 他是来为宋明烟出气的 他罚的是莲芝 打的却是我的脸 我的心凉了半截 冷下脸道 把你的脚 从莲芝的手上挪开 李宗克摸摸我皱起的眉头 明明是柔情似水的动作 可他的神情全是淡漠疏离 贵妃 明烟没有家世也没有地位 可他有镇为他撑腰 你不能欺负他 镇年少时与他错过 如今失而复得 绝不会再让他受委屈 镇要把所有的好都给明烟 你若不服气 想挑战镇的底线 那就尽管试试 他根本不管 是不是宋明烟先来惹我 他只是见不得他掉一滴眼泪 李宗克离开前 看了眼丢在桌上的荷包 又看了看我满是伤痕的指头 他笑话我 笨手笨脚的 别秀了 从前是他说 别的男人穿的戴的 都是自家媳妇亲手做的 他也要 我从小在马背上长大 办公社大雕还有两下子 做秀活就真是要了我的命 可李宗克哼记了好久 硬是磨到我咬牙答应 如今荷包才秀了半截 他却说他不要了 我看见他的腰间 挂着一只新荷包 跟宋明烟的一模一样 我明白 他还是想要自己的女人 亲手为他秀穿戴 把眼泪画在手背上 捡起桌上的荷包 泄愤式的把针头 扎进鸳鸯的屁股上 脸只劝我 罢了 娘娘 别做了 熬夜伤身 到时候又该头疼了 我忍下哽咽 面无表情的吩咐他 去给手上药 多余的话少说 我周美于从来不是半途而废的人 我秀的荷包 李宗克不要 有的是人要 李宗克说到做到 他把所有的好 都给了宋明烟 世间极有一匹的流光煞 他答应过要找来给我 最后却穿在宋明烟的身上 南海的七彩宝珠 他说要攒够百科 给我做铜面 最后也都站在宋明烟的发间 我有的 宋明烟都有 我没有的 宋明烟也不缺 父亲和哥哥知道我委屈 就从塞外找了好多宝贝给我送来 我拿起一块虎皮 裹在身上 左手提着千金弩 右手拎着金箭筒 连之说 瞧着我像活在深山老林里 有钱的野人 我们两个笑作一团 我笑得前腹后仰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怪不得母亲总说 父亲是个操人 他笨死了 哥哥也笨 送的东西乱七八糟的 我倒在榻上 把头埋进被子里 喝下去的水 全从眼睛里冒出来 打湿了棉花 连之没了笑声 半场问我 娘娘要是想家了 不如请夫人进宫做做 见我不吭声 他又故作惊喜地开口 哇 这里居然藏了一条虎尾 好饶好厚实啊娘娘 做成虎球肯定好看 我掐着手心 把难过全都咽回肚子里 扭头对他笑 你去跟他们说 给我的披风绣羊羔 还要绣小牛 再绣上成片的草原 我好想念塞外的风光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秋天来临前 我的虎尾披风也做好了 远之捧着他 一路上叽叽喳喳 又说羊羔可爱 又说青草莲多 最后总得夸夸我 娘娘的品位就是好 走上一拱桥 很不巧的 我跟李宗克撞了阵阵 看见我 他微微一愣 怎么瘦了 他往前两步 伸手摸向我的绣腕 我侧身躲开 李宗克就霸道地抱着我 亲一亲闹一闹 我骂他打他 他也往我跟前凑 原来我很吃他这套 如今却觉得很幼稚 有点烦了 李宗克大约是瞧出我不耐烦了 他轻轻松手 看着空荡荡的手心 表情有些受伤 宋明烟提着风筝追上来 他直呼他的大名 急切地抱怨着李宗克 让你找我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或许他是瞧见我了 才没去找宋明烟呢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我自嘲地笑笑 这一笑 倒惹得宋明烟不高兴了 他大约以为我是在挑衅 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目光就落在 莲芝手里的虎尾披风上 好漂亮的毛色呀 他一把扯过虎尾 凑到李宗克怀里 兴冲冲道 我想要 李宗克捏捏他的脸 笑说 好 都好 他已经强奏我太多的东西 不过那些都是李宗克的 他爱给谁就给谁 我不在乎 可是虎尾说我父亲列给我的 谁都别想从我手里拿走 我顾不得李仪 扑上去抢我的披风 宋明烟死死抓着不松手 一来一回 撕扯之间 他的拳头砸在我的额头上 我的耳朵忽然嗡嗡作响 头晕目眩 我咬牙一推 宋明烟就惊呼着掉进水里 宋明烟没有大爱 只是天凉 染上风寒 李宗克要我把披风送给他赔罪 明烟说他不怪你 他要的不多 他只是喜欢这条虎尾 周美瑜 你不该欺负明烟 毕竟若没有他 也不会有你 他说没有宋明烟 就不会有我 我像是被人当头棒喝 一股前所未有的屈辱 涌上心头 宋明烟喜欢的东西 我就非要让给他吗 在你眼里 我是他的替身 他不在 你才舍得对我好 他回来了 你就要把所有的好都给他 可你别忘了 虎尾是我的 是我父亲给我的 不是你的东西 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我丢掉所有的仪态 哭着踢打李宗克 将他往屋外推 你走 你走 你再也不要来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李宗克强硬地搂住我 将我捐进在他的怀里 他挠着脸问我 你的手不疼吗 胡闹什么 不过是一条狐尾 那不是一条狐尾 李宗克 他不只是一条狐尾 他是我谨慎的爱和尊严 他是你再也不会 给我的爱和尊严 可现在 连他也被宋明烟扯坏了 周围的一切忽然很不真切 叙叙实实 我分不清了 李宗克抱紧我贪婪的身体 我听见他惊慌失措地呼唤着 周魅瑜 魅瑜 你醒一醒 就好像他还爱我一样 我醒来时 李宗克已经离开了 他没有拿走我的皮疯 大概是因为 他已经坏掉了 不过漂亮 总连瞧不上了吧 孙太医跪在我眼前 面色沉重 好伴上还是低着声音开口 娘娘的病 比去年更厉害的些 老陈恐怕无能为力了 我掐着手心 只觉得脑袋乱哄哄的 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我请孙太医起身 装作很镇定的样子 问他还有多久 我还能活多久 他垂手 眼底都是惋惜 多则一年半载 少则三四个月 哦 原来我快死了呀 人总有一死 我知道的 可我还这么年轻 我还有好多的是没做 我的草原 我的牛羊 我还没能找到机会 回去看看他们呢 父亲常说 生死看淡 我终究是个胆小鬼 有愧于他的教导 听见自己死期将至 只会害怕到颤抖 我藏进被窝里 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己的懦弱 我不愿让自己 变成一个可怜人 孙伯伯 魅于求你一件事 别跟别人说 我快死了 好不好 您知道的 好多人等着看我的笑话 我的声音哽了一下 不再说话了 我强打起精神 想装作一切如常的样子 可是头疼 胸痛 反胃 身体上的难受 越来越频繁 连织见我日渐为你 人前变花样地哄着我 只在背地里 偷偷抹眼泪 有一日 他蹲在墙根叫唤 娘娘娘 活不成了 活不成了 得 我还没死呢 他先疯了 过了会儿 他钻进店里 鬼鬼祟祟地盯着我 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病猫 娘娘 小病猫奄奄一息 我想着留着也活不久 便随连织的意思 让他自己去照顾 别来烦我就成 谁知第二日 我中午咪了一小叫 起来就看见 他将头埋进我的羊奶碗里 喝得肚子都快炸了 我怕他撑死 手忙脚乱地 将他捧在手心里不敢动 连织听着声进来 惊呼道娘娘啊 他吃完就拉 他话没说完 小病猫的屁股就开始扑扑 下面还没拉完 上面又开始吐奶 我哭了 我真哭了 这双手不能要了 然而我以为他快死了 没想到 竟也一日比一日闹疼 顽强地活了下去 他专爱喝我碗里的奶 拖他的福 我的胃口也更好起来了 每日有奶我得赶紧喝 不喝就没得喝了 连织见我精神好转 高高兴兴地缠了几个毛线球 让小病猫陪我玩 我和他都不喜欢 我俩喜欢爬树 日日结伴往院里的树上窜 吓跑了好几窝麻雀 有一日 我刚爬上去两三米 就听见一群人高呼 陛下万安 李宗克站在树下 仰头望着我的屁股 神情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迷惘 我觉得好好笑 突然胸口隐隐作痛 有些抓不稳树干 李宗克忙伸出手 看样子是打算接住我 他对我点头道 魅鱼 不必怕 跳吧 恍惚间 我跟他 似乎回到了没有宋明烟的日子 从前 他带我是很好的 我有瞬间的心软 闭上眼睛 跟自己打赌 如果李宗克能接住我 我就跟他好好道个别 这辈子好聚好散 我听见宋明烟在门外哭 他说 哪里来的猫 好痛 李宗克 你会选谁呢 我松开手 落在了松碗的泥土上 有点疼 疼出我一颗金贵的眼泪珠子 龙都时节 西平藩王入京朝贡 宋明烟随李宗克出席公宴 与我狭路相逢 他披着崭新的披风 为领处的虎尾 比我的更大更蓬松 他挑衅的笑笑 转眼盯着我无名纸上的戒子 脸色立刻沉下来 李宗克 他的戒子和你的是一对 是不是 你怎么可以 跟别的女人带对戒 他声音微颤 像是受尽委屈 我不管 胡伟他不给就算了 但是今天就算把他的指头折断 那枚戒子他也得给我 这枚戒子 是我和李宗克的定情物 我亲手做好两枚 一枚我带着 另一枚我趁李宗克睡觉的时候 偷偷套在他手上 那时候他一下子就抓住我了 笑着闹我 就知道你偷偷摸摸 准不干好事 我不服气的冲他呲牙 怎么不是好事 我们编赛的习俗 戒戒子是要生铜踏 死同穴的 你不愿意就算了 他抬手盯着戒子看了好久 然后翻身背对着我 嘟嘟囔囔 娘里娘气的 也不知道做阳刚的款式 让朕如何面对文武百观 他抱怨着 但戒子倒是一直戴着没斋 我笑笑 余光披见李宗克的手指上 如今已是空的了 也罢 我摘下戒子 向后一抛 懒懒地看着宋明烟 想要的话 自己去捡 乞丐一样 整日眼缠别人的东西 也不嫌吃相难看 我提脚要走 李宗克猛地拽住我 谁准你扔掉的 给震剪回来 他的视线落在我的手指上 那里有一圈戒子留下的勒痕 虽然我是个替身 但我也是我呀 我陪李宗克三年有余 谁也不敢说 我在他心里 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宋明烟慌了 忙握住他的手 委屈到 算了 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别为我生气 小心伤身 李宗克微微一愣 他回头瞧瞧我 冷笑着拂袖而去 和西平王一起来的 还有位名叫豫章的术士 听说他擅长战心推理 是个能通过去 小未来的能忍 他一身白袍出成绝世 坐在人群里 别提有多眨眼 连一向眼高于顶的宋明烟 也忍不住向他侧目 他却谁也懒得瞧 只是拖着腮 玩着酒杯 直勾勾地望着我 直勾勾地 一眼不眨地望着我 我如梦初行 赶忙收回视线 都不知道自己盯着他 看了有多久 突然有人拉我一把 他掐着我的腰身 皱了皱眉头 美于 你最近变得太轻了 没好好吃饭 他的下巴搁在我的肩头 跟我提尔说着亲密的话 眼睛却盯着豫章的方向 李宗克就像一头 宣誓主权的恶狼 虎视眈眈地观察着 所有可能的入侵者 我反问 地下是嫉妒了 他表情变了变 怎么可能 我推开他的脑袋 款款起身 扶在他耳边冷下声音道 那就别这样了 怪恶心的 李宗克的表情难看极了 他不高兴 我就特别高兴 李宗克是一个特别记仇的人 我不让他高兴 他自然也不会让我高兴 我亲手种下的兰花田 为他一位平地 换成了宋明烟喜欢的牡丹 他为我修建在高处的望远亭 也被圈起来 只许宋明烟进出游玩 我喜欢的去处都没有了 这座皇宫 变成了囚禁我的牢笼 但是没关系 我快死了 死了就解脱了 这一日 赵总管带着人来我宫里 说要拆掉李宗克 亲手为我做的秋千甲 我想了想 往上面泼了桶油 点了把火 别麻烦了 直接烧了吧 烧了干净 我坐在门槛上 看了一群人 手忙脚乱的往火里送水 等火灭了 秋千甲也只剩下 被烧得通红的 光秃秃的铁杆了 赵公公哀声叹气 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临走时 他瞎着腰 与我叹道 娘娘 您别怪老奴多嘴 皇上折腾一大圈 无非是心里有娘娘 才跟您闹气呢 娘娘 您就服个软吧 只要您一句话 日子过得肯定比从前风光 我勾勾唇脚 李宗克心里有我 那就好 这样到最后 他才会觉得疼呢 我起身拍拍尘土 知道他的东西 他说了算 我不在乎 随他要什么 全部拿去 明黄色的衣角转过隐蔽 李宗克冷笑 贵妃好骨气 真叫朕刮目相看 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 他侧着脑袋 对宋明烟道 明烟 今日你要什么 朕都赏你 我的心里头咯噔一下 宋明烟的脸色并不好看 他不喜欢被人当做置气的工具 可他看着我 还是娇娇的硬了声好 他的指尖转了一圈 最后指向连只怀里的小病猫 我几乎是尖叫出声 不行 他是我的 李宗克讽刺的看着我 风轻云淡道 贵妃忘了 宫里的一切都是朕的 只有朕赏你的 才是你的 他肯定知道 我有多喜欢这只小猫 宋明烟也知道 所以他要抢走他 他要抢走所有能让我开心的东西 因为我只是他的替身 一个替身 怎么敢嚣张 怎么敢笑 他要报复我 他要让我再也笑不出来 小病猫被人扔进笼子里 他特别害怕的喵喵叫着 他的指甲抓在铁板上 刺辣刺辣的 听得我的心都要碎了 宋明烟不会对他好的 我知道 我掉了眼泪 我跟李宗克服软 是我错了 我认输了 好不好 别带走他 我每日瞧着他 才能生出一点活下去的希望 没有他 我会死的 我跌坐在地上 哭得像个孩子 李宗克没料到 我会这样在乎一只猫 他正在原地 贫眉叹气 像是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才好 我看得懂他的表情 他就要松口了 他不会带走我的小病猫了 我抹了把眼泪 冲他扬起一个难看的笑脸 小心翼翼地祈求道 别带走他 好不好 宋明烟却突然蹲在笼子前 笑嘻嘻道 李宗克 你记不记得 小时候你弄丢了我的猫 他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猜他放不下我 所以转时来报恩了 他的声音那么软软的 还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 他带着笃定的嘲笑 扼杀掉我的希望 我眼看着李宗克的表情收拢 慢慢变得淡漠 他还是带走了我的猫 明明我都说了 没有他 我会死的 李宗克把小病猫安顿在了养心殿 赵公公时不时给我烧信 说他如今过得很快活 吃得好穿的暖 还有能工巧匠 给他做了好多的玩具 我偷偷去看过他 确实是这样的 索性也就放弃了 把他要回来的念头 不然我死了 他又该去哪里呢 开车的时候 朝中大臣纷纷上奏 说中宫空旋已久 该立后了 宋明烟势在必得 凤袍都还没穿在身上 就来与我要武扬威 做了好几年贵妃 死活做不成皇后 心里该多难受呢 无妨 李宗克说了 我们大婚那日 特准你在寝殿外伺候 也算了结你的一桩心愿 我实在没力气离他了 近日来 我总是反反复复地发烧 烧得整个人都虚脱了 李宗克来过两回 每次他来 我都在睡觉 他好像终于察觉到 我不对劲了 听孙太医说 我是欲节欲心 他大发慈悲地 把小病猫带过来陪我 小病猫来的那个下午 我觉得自己好像 回光返照一样 浑身都有劲 我忙前忙后 为他喝奶吃肉 给他抓那痒痒 他窝在我怀里 我就感觉特别充实 我陪他在地板上 睡了个午觉 醒来时 天边的太阳 已经快要落山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小病猫舍不得走 我也舍不得小病猫走 我抱着他不撒手 还咬了李宗克 伸过来的胳膊 他骂我 无赖 然后拂袖而去 倒是便宜了我 听说宋明烟因为小病猫 对着李宗克 发了好大的火 李宗克头一次罚了他 或许是白月光 成了米饭里 日日看着 也会生艳 某天清晨 连知喜气洋洋地 将我晃醒 娘娘 天大的好消息 宋明烟他爹被查了 贪污受贿 抢抢民女 已经押进大牢了 他再也甭想当皇后 还想骑到咱们头上 不管是谁欺负我 就算在天涯海角 他也得给我出一口恶气 我想 若不是因为李宗克是皇帝 若不应一句中军报国 我爹能把他的头拧下来 若不是因为他是皇帝 我自己也得把他的头拧下来 唉 我今日心情极佳 端着碗羊奶慢慢品 突然听见院中一阵凄厉的惨叫 好像是猫 连知先一步跑出去 等我慌慌张张地跟过去 他张开手挡在我眼前 脸色发白 娘娘 别看了 我已经看见了 是我的小病猫 他拖着断掉的后腿 往我这边爬 终于爬不动了 倒在地上浑身净卵 口中吐着粉色的泡沫 没几下就僵了 我把他抱起来 轻轻摇晃着他 他不动 我想叫醒他 却发现我根本没给他取过名字 因为我怕给了他名字 我就放不下他了 可是 我已经放不下他了 我低头看着他 他跟往常一样 安安静静地窝在我怀里 可是 小家伙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冷 动了我连牙齿都在打颤 你看你 早上非要出门 我就说不要乱跑 不要乱跑 你为什么不听话 眼泪好烫 烫得人心疼 你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宋明烟 肯定是宋明烟 你不得好死 我拎着马鞭 直冲向宋明烟的请便 老远就听见他笑得特别响亮 我爹怎么了 不就多摊了两个钱 多拿了两个妾吗 世上每个男人不是这样的 周家那个老东西敢算计我 就别怪我不让他女儿疏心 我今天杀了他的猫 明天还要杀他的弟女 他喜欢的 一个都别想留住 宋明烟好像是疯了 也是 唾手可得的东西 突然烟消云散 如黄粱一梦 想当初我见到他时 也差点疯一回 可是他疯他的 不爱着我要打死他 我也不知道 是从哪里涌上来的力气 挥着马鞭 一下又一下抽打在他身上 我的眼前是小病猫 被人砸烂的后腿 所以我盯着宋明烟的两条腿 狠狠地打 长久以来积压的情绪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我不知疲倦地挥动鞭子 直到宋明烟血肉模糊 呼喊声渐渐小了下去 够了 李宗克从我手里夺走长鞭 我才看见他的龙袍 竟然都被我打出两条裂口 你闹够了没有 不过是个畜生而已 你是想要明烟的命吗 对 我歇斯底里的喊叫着 全是因为他 全是因为他 还有你 是你们两个人 毁了我 小病猫不是畜生 你们才是畜生 我也终于是疯了 李宗克惊恶地看着我 他向我伸手 颤声问我 魅鱼 你怎么了 我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自己 不知道什么时候吐血了 鲜血弄花了我的衣领 还在往下渗 我慌了 赶忙捂住嘴 可是血又染红了我的指缝 我不要怜悯 谁都别想可怜我 我抬腿想跑 却被绊倒在地上 我爬不起来了 我好痛啊 爹爹 哥哥 我好痛 李宗克终于知道 我病入高荒了 他沉默着 空气里是令人窒息的静谜 独治之症 要食无医 谁呀 他突然抱起 像是吃人的恶鬼 拔刀就像太医们砍过去 震要割掉你们的舌头 震要宰了你们 他在我的病态前大闹一通 真是吵死了 李宗克 我睁眼抓住他的衣袍 他手里的刀 当当就掉在地上 他一声声硬着 震在 魅鱼 我在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疼了 他朝我伸手 满脸紧张和心疼 别碰我 我轻声开口 不带半点情绪 毕竟 你爱的是宋明烟 你亲口说过的 你的好 只属于他 李宗克的瞳孔猛的一抖 他抱着脑袋 慢慢地发出痛苦的悲悯 一声接一声 又伤又悔 好像是在回忆 这段时间 他对我的所作所为 痘大的眼泪 一滴一滴砸下来 他居然跑了 这个闹肿 他甚至不敢看我一眼 李宗克消失了整整三天 在出现的时候 他双眼无亲 胡子拉叉地跪倒在他边 他求我原谅他 他说他爱我 真的爱我 我差点没吐出来 魅鱼 是我不好 我总以为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有很多时间干嘛呢 留着让你无休无止地欺负我吗 我懒得跟他废话 就那么静静听着 我怎么能到 快要失去你的时候 才敢承认 我离不开你了 我守着对别的女人的愧疚 我仗着你总是迁就我 不停地伤害你 恕我混账 让我弥补你 求你 魅鱼 让我弥补我的错误 我背对着他 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他还在跪着 就这么僵持了几天 一趟又一趟的人来劝他 陛下对贵妃情深义重 但也要保重龙体啊 情深义重 呵 屁 他是在感动他自己呢 我想了想 还是得好好折磨折磨他 就这么让他跪着 太便宜他了 我要让他笑着哭 哭着笑 让他疼 让他累 给他希望 又让他失望 我死了 他也别想痛快地苟活 我跟李宗克说 你起来 他的眼睛亮了 我说我想当秋千 他的表情落寞了一瞬 像是在跟我道歉 然后立马动手 把曾经被我烧掉的秋千架 好好打理了一番 第三天 我的院子里多出一架 缠着紫童花的秋千 我坐在上面 荡了两下 晒着太阳还挺舒服 李宗克在我身边 喋喋不休 说他想起了从前 我刚进宫那会儿 休得很 有一日我午睡后 棚头垢面地 坐在秋千上晃荡 时至李宗克突然就来了 急得我鞋都没穿 裹着一脚泥溜进寝殿 在廊间留下一串泥泞的脚印 后来是他亲手 替我洗进脚上的尘土 他说 他从没见过那么鲜活的姑娘 我浅浅地笑了 再鲜活的人 也会被一个情字 磨得了无声气 你说 是不是 李宗克不吭声了 我踢脚起身 冲他白白手 平淡地开口 拆了吧 看着烦 我的情绪开始喜怒无常 我故意表现出一点 练就的倾向 李宗克就把以往的美好回忆 一件一件搬出来 企图能用旧情让我感动 他带我去踩莲棚 前一刻我还高高兴兴的 跟他说 记得以前我为了给他踩莲棚 贪心得很 一池子的莲棚都快被我割没了 总是一股脑的不管不顾 我的笑容淡了下去 是啊 我就是笨 所以别人才不拿我当回事 李宗克 你知道我为你犯傻 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是不是 他的笑僵在脸上 我说 跳下去 他盯着我摸了半嗓 苦苦地勾了勾唇角 魅鱼 是我欠你的 我一件一件向你赎罪 他一头扎进水里 他说我从前为他受的伤 现在换他来受 只要我高兴 只要我能笑一笑 李宗克在水里抛了半个多时辰 当天夜里就发起高烧 我晾了他几天 然后带着粥去探望他 故作动容 我说别伤害自己 我会心疼的 我用一碗白粥 给他制造错觉 他大概以为 他那点廉价的自我牺牲 真能挽回我的心意 能弥补他对我造成的伤害 我让他相信 只要他伤害自己 我就会心软 从此不必我开口 但凡我不高兴 不吃药 吃不下饭 他就自觉地弄出一身伤 然后看我虚伪地掉两滴眼泪 说一句心疼 对他笑闲几日 他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我不停地跟他确认 李宗克 你是不是特别爱我 是不是没有我 你都活不下去了 后来他也不停地跟我说 魅鱼 没有你 我活不下去了 他好像真的骗过了自己 相信了自己是个 一往情深的大情种 他对我几乎是言听计从 无限包容 夏天时闷热 可太医说我不能贪凉 我的寝殿就没放太多的病 李宗克汗流加倍地坐在踏边 给我打着扇子 哄我睡觉 有人过来 悄悄跟他说 皇上 成员宫那位说 要见您 李宗克有些心虚地去着我 不耐烦地挥手 把来人打和走了 成员宫里住着宋明烟 我面上波澜不惊 其实指甲都快把手心戳破了 瞧我的烂记性 险些将他给忘了 我挑李宗克最忙的时候 带着宋明烟去了京郊的野猫港 那地方阴森森的圣人 不时想着凄厉的猫叫 我解开他腿上的布条 露出他还未长好的血肉 已经有几只野猫闻着味过来了 他们可不是病猫 没那么温顺 明烟再没有了嚣张气焰 他抱着我的腿 哭嚎着求饶 我一脚将他踹翻在死人坑里 宋明烟 你就是窝囊废 欺软怕硬的东西 小冰猫那么亲人 你还抱过他 你怎么忍心杀了他 当日你看着他在你手下苦苦挣扎 气凌弱小的感觉很痛快吧 你没想过 报应来的这样快 曾经被你踩在脚下的小东西 也能要了你的命吧 一大群野猫 托在宋明烟身上啃咬 他拖着双腿 尖叫着往坑外爬 救救我 求求你了 娘娘 我再也不敢了 求你救救我 我的小猫 他不会说话 但他爬向我的那一刻 一定也很想我能救救他吧 他犯了什么错呢 何必要遭那种罪 他唯一的错 大概就是遇见了我 回到宫中十天已经黑了 李宗克在寝殿里等着我 我和他在黑暗里 平静地注视着对方 他一定知道 我杀了宋明烟 可我还是要说 我就是要亲口说给他听 我就是要让他难受 宋明烟被野猫吃了 他的腿都被啃光了 还有立即骂我呢 他死之前 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我估摸着 你若赶过去 还能救下他大半个身子 李宗克低沉出声 别说了 我端起桌上的茶 细品了一口 嘲讽他 怎么 舍不得了 他伸出手 替我擦去眼角的泪 魅瑜 别哭了 我心疼 你做得对 是宋明烟活该 你想怎么做都行 只要你高兴 真恶心 真恶心 想当初他信誓旦旦说 非宋明烟不要 再看如今 为了讨我开心 什么都不管了 男人的嘴脸 自私 虚伪 我拿起茶杯 就砸在他的头上 扶着身子跟他吼 你以为我 还会信你的鬼话吗 你滚 一滚了我就高兴 快滚 我常常后悔 若知道有朝一日 我也能将李宗克 玩弄于鼓掌 我早就这么做了 可惜真情总是留不住 偏偏假人假意 他受用得很 贱人 我生辰这日 一大早就开始呕血 不是什么好兆头 其实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若我能死在今日 往后每年 家里人也就只需要 难过这一回 挺好的 李宗克在床前握着我的手 眼泪流得跟真的似的 他从怀里掏出一对戒子 哭着往我的无名纸上套 我的手掉在床檐上 听着金戒子 一声声从我的纸上滑落 磕在脚踏上 当当当当的痛快 我已经骨瘦如柴了 再没有什么东西 能套住我了 魅鱼 魅鱼 我们要生同踏 死同穴呀 为什么带不上 为什么带不上 他嚎逃着 无限 万人追捧 你不爱我了 我跌入泥潭 也没有跟谁认不输 唯一一次我求你 我说你别带走我的猫 你带走它 我会死的 你明知道我从不说假话 可是你没管我 李宗克你记着 是你杀了我 是你杀了周魅鱼 我大口大口的喘息着 李宗克摇头痛哭 魅鱼 全是我的错 你快好起来 我赔给你一窝猫 我们在宫里养一群猫 我没有不爱你 我爱你 我爱的一直是你 下辈子 下下辈子 生生世世 我都给你赎罪 你别抛下我 它的声音渐渐变得遥远 我听到了细碎的猫叫声 我的小病猫来接我了 除了它 别的猫我都不要 可是李宗克 我不爱你了 我只觉得你恶心 生生世世 你和我 别再见了 我没有遗憾地合上眼 我要让它知道 它做的一切 它掏心掏肺的努力 都是白费 李宗克摇晃着我 碰哭失声 别对我这么残忍 魅鱼 你说的都是气话 我不信 你活下去 阿爹来接我了 他对李宗克请辞 他不愿再做正果猴 也不愿再替大器 镇守边缰了 臣没什么高尚的情操 从前沙场拼死沙敌 丢了只眼睛 缺了只手 疼吗 疼 怕吗 怕 可臣想着 臣多受一份苦 臣的闺女 就能多让陛下高看一份 他是个傻的 爱钻牛角尖 我怕他得不到夫君的疼爱 心里难过 臣要让他高高兴兴地 平平安安地活到了 可是他就这么死了 他就这么死了 留下我这个没用的老东西 说什么保家卫国 我闺女都没了 我他娘的还保谁的家 守谁的国 李宗克紧紧紧地扣着棺材边 跌跌撞撞地跟着父亲跑 指甲缝里全是血 谁敢带走我的魅鱼 我就杀了谁 不是 不是 我错了 别带走他 别带走他 老将军 可怜可怜我 几位公公上前拦住他 低声劝着 陛下就让娘娘安息吧 我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回到边塞 他在远离人烟的地方 养了成群的牛羊 他们每天在我坟前哩哩叫 小冰猫跟着他们在草原上疯跑 我瞧着心里舒坦极了 没两年 哥哥在战场假死 偷偷跑来跟我们团聚 大骑的猛将 除了我父亲 就只有我哥哥再挑下去 竟挑不出一个中用的 五年后 边关失守 又过两年 皇城也破了 李宗克被敌军发现时 潦草地死在贵妃的寝宫里 他手里钻了一枚带写的荷包 还有两枚金戒子 硬时被人抠出来 才贬了塞进腰带里死通了 做得好 全文完 喜欢的宝子点赞投币 关注支持一下吧 每天更新好看的全文给你哦